公车后门大开还一路狂飙 乘客表情超惊恐 坐立难安 整路摇摇晃晃 差点向前扑倒 阿姨伸手指向车门 疑惑司机怎么还不关门 一遇到转弯更慌了 就怕被甩出车外被碾过 车速不慢两分钟 在市区走了七百公尺 整车心惊胆战 唯独司机浑然不知 乘客准备下车 提前刷卡时 还得死死抓着栏杆 避免飞出车外 原本以为是车门坏了 但到下一站 后门其实是可以正常操作的 事发地点在台北市光复北路 靠近南京东 两边都是三线道 是大型的十字路口 忘了关车门的公车 是大南客运的288路线 从荣民服务处站到 南京临安街口的途中 上下课之后就没关门了 被民众直击拍下 车子内部的按规定 你中门打开车 就是不能前进 它有个油门 所以很控制器 业者表示每辆公车在出站载客运行之前 都会先确认设备没问题 车辆也有定期受减 会再加强驾驶员的教育训练 保障乘客安全 就洋气好理财商商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街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红衣男子在停车场 缴费机前弯腰鬼鬼碎碎 随即他拿出一个钱箱当场想逃 殊不知警方早就在场埋伏等待 一涌而上将他压制 嫌犯一度在马路上挣扎想脱逃 而这已经是他第七次 对这个停车场下手 实随之位又够夸张 事发在苗栗竹南火车站附近 这处停车场因为没有管理员 只要民众自行缴费就能出场 没想到成了窃贼眼中肥羊 他每次犯案都戴帽子遮掩 锁定缴费机 监视器曾拍下他拿砖头毁坏锁头 10月14日他才被函送 10月16日又犯案 没想到30日再度上门 偷到了第七次 总算当场被逮捕 业者一次就损失近千元 机器被破坏也是得花钱修缮 实在又够虽 好在窃贼落网还被裁定羁押 让业者总算怂一口气 记者中正写程官王世函 苗栗采访报道 蓝衣夫人推着宠物推车 没走斑马线 站在马路中间 弯腰抱起毛小孩 没想到就在这时 一名机车骑士反应不及 紧急刹车 泪残向前滑行 其实控诉明明是路人违规 害他摔倒 挑截了三次 对方都完全不认账 他在法庭上他只回答说 与我无关 哪有这种道理 你没有人性啊 他是完全很强硬 交费就大概就十几万 请假也请了三十几次 难掩气氛情绪 这名骑士在长照中心工作 去年10月某天 他在前往上班途中 行进台北万华西藏路口 当时商向路口都闪黄灯 夫人抱着狗 贸然穿越马路 害他人车倒地 膝盖手肘多处挫伤 半年不能工作 如今法院认为 夫人闯越马路 和骑士受伤 有因果关系 一过失伤害 判处有期徒刑三个月 一颗罚金九万元 就无奈两个字吧 那么有办的就是 我唯一只有差 你两个没有踏到斑马线 夫人喊冤 骑士是自摔 明明离他还有一段距离 但法官认为 当时夫人牵着宠物 还往车辆 虽然骑士经过路口 没减速是主婴 但夫人过马路又疏失 为肇事刺婴 也难辞其咎 因为行为人 他没有走在的话 该穿越道上 被法院的话 认为违反这方规则 而有颠覆过失伤害之则 双方都不满判决结果 不排除继续上诉 只能说不是行人 就有免死金牌 不管身处哪一方 遵守交通规则 才是最高原则 叶维林飞亚桥台北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 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